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到大山深处去探索一个小村庄 听说这个小村庄只有几户 也不知道现在里面有没有人居住 刚在上山的路口就发现这里 这个柚子树水果挂满了枝头 也无人过来采 走吧,我们进去看一看 现在我们已经到这边平坦的地方了 这个村庄车路不通 走路进来大概也要将近两个小时 估计村庄就在下面了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到村庄的这个田地了 哇,这个好平坦这个田地 但是看样子荒废了好多年了 估计上百亩都有啊 到这里的田地我还没套村庄了 哇,村庄估计是在山上半山腰那里 估计还要走很远啊 我以为一个多小时能走到 估计两个小时都走不到 还是继续赶路吧 哎呦 从下面走到这里 满头大汗 哇 这个村庄 就是这个车路不通 看一下这些小山路 摩托车是没有办法上的 现在还没看到村庄 哇,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大 现在又是下午的三点钟了 还是继续赶路吧 现在想哭的心都有了 在田地上面 看到上面还以为村庄就在这里 到这里还要翻过这座山 怕今天出来要天黑 我今天一点都没有休息过 不敢休息 时间走得特别的快 现在六点过一点就天黑了 再翻到上面那座山 要是还不看到村庄的话 我就不进去了 好,现在终于到这边山了 这个村庄现在还没看到 在外面大马路走进来 十公里以上 气都闯不过来 但是也不能停 因为等一下出来天黑也没有带这个手电 现在终于到房子这里了 现在终于到房子这里了 我的泪趴了 我们走到房子里面去看一下 会不会有人居住 好 终于到了 这是泥房啊 太平原了 太平原了 这个村庄 房子已经大门锁住了 这边 这边又有一间这个泥房 这大山里面 然后这边哇 水果柚子太结了 挂满了这个树上 这边 这边这一间泥房 这边这一间泥房 快倒塌了 估计也是不会有人居住了 里面黑乌乌的 这里已经用这个木板顶住这个门了 这间肯定是没有人居住 我们再到别的看一下会不会有人这里面 这一间 这一间就全部倒塌了 然后发现那边有这个山羊啊 看一下这间房子已经全部倒塌完了 山羊好大好肥一只啊 这个大山里面 估计就是这个无人村了 哇 这些瓦片慢慢一点一滴的掉落 上面这边还有一间这个房子 看一下到处是山羊啊 遍地市啊 而且非常大一只 看一下这大山里面的山羊啊 不常见这个陌生人一看到他就直接跑了 上面应该是这个羊圈啊 看一下这大山牲畜啊 竟然还有这个水泥砖建这个房子啊 看一下十几公里的这个小山路进来 他竟然能建这么好的房子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 我们去看一看 房子的门前看一下长满了这些杂草啊 然后我们进这边的小房子来看看 这些是磨玉米的啊 看一下山羊已经上来 在这里可能是坐着睡着还是怎么样 好多这个粪便 然后这边有这个机子啊 村窗供电 然后这机子应该是打米的 这是茶油 这是茶油 然后这边啊 应该是生活 以前在这里应该是 平时出来吧 在这里有点像是冲凉房 那里有个镜子啊 然后这边这个就很少欠了啊 这个以前冲黄豆 冲花生的 就是山里面 用这个来冲的 以前我家也有 但是我家现在已经 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看一下看一下这前门 哇长满了杂草 看一下这大山里面的圆风景 看一下这个前门 他以前是住在这里是怎么上去的 门口直接是一个很高的这个坎 但是大门已经锁住了 无法进去看了 现在村庄已经差不多转完了 好像就四到五户 然后村庄的水源啊 看那里是一个储水池 山羊看到我们离的远远了 在山上那里吃草 我以为下面这边还有这个房子 我走过去看了一下已经没有了 村庄总共就五户有一户倒塌完了 然后看一下这里水果掉满了这个地上 可以看得出这个村庄啊 到底在这里面住了多久 看这个树就知道了 这个树没有几十年上百年 它是形成不了这么大的 然后这边都是一排的都是这个大树啊 哇这个村庄真的是与世隔离世外桃源啊 村庄撞了这么久找不到一个人 应该是这个无人村啊这些山羊啊 遍地都是了 但是应该是村民放养在这里面的 估计村民是在外面居住 然后可能是搬迁了 但是这个村庄也没看到这个门牌 也不知道是哪个村啊 反正特别特别的山啊 现在赶紧出山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ien 谢谢 啊 也是 不取舍 还好 묻